欢迎收看又是焦点新闻 我是肖元君 一起来关心今天4月19号 星期五的重要新闻 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籍纽约州联邦众议员纳德勒 今天向司法部发出传票 要求司法部在5月1号之前 提交未经遮盖删解处理的穆勒报告 联邦司法部昨天向国会提交了 特别检察官穆勒 历时将近两年调查 完成了通俄门调查报告 这份448页的报告指出 没有证据显示 川普团队曾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 与俄罗斯串谋影响美国大选 但由于司法部提交的报告 删解或遮蔽一些依法必须保密的部分 引起民主党强烈不满 纳德勒表示 穆勒的报告显示 川普曾拒绝穆勒的约谈 拒绝对后续问题提供书面答复 他的助手销毁于通俄门调查有关的证据 涉嫌妨碍司法 纳德勒指出 要求川普对其行为负责的使命 如今落到国会身上 因此向司法部发出传票 要求提供报告全文以及相关文件 包括大陪审团审视的证据在内 如果司法部拒绝的话 他将考虑以藐视国会为由控告司法部 此外 也有多位民主党籍议员认为 穆勒报告明确列出了川普妨碍司法的证据 因此计划启动弹劾川普的联署流程 而在另一方面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指出 俄罗斯总统普廷已经多次否认干预美国大选 穆勒报告也没有提供可证明 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任何证据 也有俄国国会议员 对于美国花费大量纳什人金钱 调查所谓通俄门案件 但结果查不出任何川普勾结俄罗斯 表示嘲讽 前副总统拜登预计将在下周正式宣布 参加民主党2020年总统初选 解除外界对于他是否参选的长期悬念 大西洋月刊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出 拜登将于下周三以视频宣布参选 NBC新闻网则表示 拜登的核心顾问团队本月稍早 就已经开始商讨宣布参选的最佳时机 而宣布的时机仍有变数 拜登曾在三月初一场演讲之后表示 如果他要参选的话 希望是最后一个宣布的人 这将有助于他对于能否赢得党内初选 做出判断 拜登现年76岁 曾在1988年和2008年两度参加党内初选 但都在中途退出 而他在2008年退选之后 获得欧巴马邀请担任竞选搭档 并在欧巴马当选之后 担任两届总共八年的副总统 原本拜登有意在2016年参选 但在2015年长子脑流去世之后 决定不参加16年的参选 继续关心国际新闻 印尼总统大选前天结束之后 尽管快速机票显示现任总统佐科威已经胜选 但反对阵营候选人普拉伯沃却指控当局选举舞弊 并在今天带领群众在首府雅加达集会抗议 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于前天17号举行 尽管正式机票结果至今还未出炉 但反对阵营候选人普拉伯沃已经两度宣布当选 表示自己获得大约62%的选票 不过多家获得授权公布快速机票的机构都表示 现任总统佐科威拿到了54%到55%的选票 比普拉伯沃高出约10个百分点 普拉伯沃阵营今天在雅加达举行集会 呼吁支持者不要相信快速机票的结果 普拉伯沃表示 印度尼西亚人民已经站起来 已经觉醒 不会再被欺骗 也不想再被欺骗 但他也呼吁群众要维持和平 不要被轻易激怒 以免被对方陷害 印度尼西亚快速机票是回报各头开票所的开票记录 印度尼西亚中选会则需要核对选票与得票记录后 才陆续公布官方的机票结果 由于印度尼西亚有17000多个岛屿 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 使得计票工作十分缓慢 同时也经常传出地方选务出现弊端 目前中央选委会核对过的选票大约只有3% 最迟可能要到5月22号才能完成所有的计票工作 巴黎圣母院15号大火引发全球震撼 法国总统马克宏希望在重建工作上广征民意 并考虑在重建烧毁的尖塔时加入现代建筑元素 但引发了外界反弹 巴黎圣母院于公元1345年竣工 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在15号大火中焚毁的塔间 则是在19世纪中叶加建的 法国总统府爱里塞公声明表示 既然烧毁的圣母院塔间 并非教堂本身的原始结构 马克宏总统希望公众交流意见 讨论未来重建的新塔间 是否可以加入现代化元素 像是以玻璃为材料等等 对此保守派媒体费加罗报在网络做了民调 显示在35000名受访民众中 有超过7成反对任何现代风格设计 也有在野党国会议员表示 法国有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法律 总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国家艺术历史研究院的专家也认为 巴黎圣母院不但是伟大的历史建筑 同时在国家纷乱时 也能发挥团结人民的作用 应该恢复原有的样貌 网络分享乘车Uber上个月 发生了女乘客搭错车被杀害事件之后 该公司宣布推出新的安全措施 以确保乘客搭上了正确的车辆 减少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南卡罗莱纳大学一名21岁的女学生 三月底在搭车时 误以为一名24岁男子开的车是她叫的Uber 结果在上车被载走之后惨遭杀害 为此Uber推出了具有三阶段提醒功能的安全措施 三阶段提醒都包括确认司机名字和照片 车牌号码以及车辆品牌车型等资料 用户打开应用程序后 会立即出现第一次提醒 要乘客注意相关事项 第二次警示会在轿车完成后显示 一旦驾驶出现 乘客则会再次收到通知 提醒他们确认自己上了正确的车子 Uber表示 新的安全措施将从南卡罗莱纳州 哥伦比亚地区开办 之后会在全美各地推出 美国的乘客也会收到一封 列有安全检查注意事项的电子邮件 最后带您把焦点转回湾区 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将在4月27号 也就是下周六下午 举办湾区夜市台湾夜市活动 将以台湾美食小吃DIY和艺文童玩为主题 向湾区民众特别是第二代年轻人 介绍台湾美食与文化 以往有部分台湾侨界社团会举办类似的活动 而这次是侨教中心首次自己出面 联合海外青年职工团等多个团体和义工 推出夜市与文化推广活动 台湾夜市是非常驰名国际 那我本人也是台湾来的 我心情好的时候要去夜市吃 心情不好要去夜市吃 心情不怎么样我还是要去夜市吃 那要去夜市不一定是吃 它有吃也有好玩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 像我们这边湾区所有的这个社区也好 或是乔界值得来推广的一个 我们一个台湾特有的夜市文化 在乔中心有一个南湾台湾同家会有办了一个夜市 可是那一年才办一次 我觉得卫冕也太令人这个 就是说不够 那所以我就我们就跳出来 自己也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台湾青年职工团他们基本上的一些责任的义务 就是在帮助我们桥界 这边有很多的活动 他们就是以第二代的年轻人 来帮助这些桥界的活动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要传承 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年轻人 没有办法接上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想我们海外的话 就是一些比较年纪大的 每次都办的活动都是觉得说 好像比较年纪大 所以我们要有新的这个 这个心血进来 所以心血进来这些年轻人 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年轻人 他们不像不太喜欢什么八股这些东西 他们喜欢的是什么 他们喜欢就是要玩 有东西玩有东西吃 这个就是他们最喜欢的 这项活动将于4月27号 周六下午4点到7点 在乔教中心举行 届时除了多个台湾小吃摊位以外 也还会有包括造型气球 捏面人陀螺 箭子 捞金鱼等等 多种民俗体验或是游戏摊位 这项活动适合合家参与 免费入场 但现场必须要另外购买 食物券以及体验券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也预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